你有聽說過進去要走一個半小時 才走得出來的公園嗎 聽說這裡是雲林小孩的天堂 老人的噩夢 我都還沒進了 我就看到一大堆的景色 但是我看不出來這裡哪有景點 然後你看這麼大 像這個說這是滑架 有些問題是 它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海底隧道 這個通道 最燒出來 台灣版底是你 五年千歲公園 大家好 我是阿志 我是晨晨 歡迎收看今天的 今日外出眾 這裡怎麼又像廟 又像公園 又像樂園 這裡是雲林的 它可是雲林版的迪士尼唷 但是據說這裡是雲林老人的噩夢 它可是全台灣第一個以寺廟主題的公園 超酷的 那這裡是以前的售票廳 因為它以前其實是要收門票的 現在才開始都是免費的 它這邊還有一個園區導覽地圖 哇 很貼心耶 總共有73個景點 它寫說要走一個半小時才走得好 啊 一個半小時 難怪會被稱為雲林的迪士尼 這個售票廳就整個很復古有沒有 本公園沒有無障礙設施 如果隔年長者請自行 自行徵所體力 這邊還有一個標語很好笑 什麼 我又發果 若子義要入園 請注意自身安全 沒有 你看最右邊那個要重點 雨天基本上不該 基本上 為什麼啊 裡面的廁所在整修中耶 蛤 哈哈 這個公園真的會有點讓人家很大 我都還沒進了 我就看到一大堆的警示 進來就看到第一個景點了耶 依照郵圓 欸 請依照號碼指示郵圓 喔 你很煩 一進門口 那後邊就一大堆垃圾袋 到底是為什麼 反正就跟著他指示走 欸 結果我們發現 我們已經錯過第一個景點 第一個應該是米勒佛 鐵藍杆外面那個 這好像是第二個景點耶 這是第二個 發現他的景點都來得很突然 不是啊 第二個景點在那邊 這只是一個國貨而已 我們現在就是找不到第二個景點 咦 它寫二在這啊 那二是哪一個啊 這邊就是二啊 燈像大掰 這裡就是二 對啊 對啊 你這是廁所你看 太奇妙了 各位觀眾 沾就是 廁所 這邊會很想要翻白的 但是它廁所的門很漂亮耶 對啊 次來的話可以歡迎參觀三號景點喔 這個 往上走 陳陳來找好看喔 只有看到這棵樹倒掉 我覺得它的景點就是 看起來很像景點 但又不是真的景點 其實很像廢墟探險 是到底在 就這個啊 這個 對 對 這個是廢棄的土耶 第五個好像比較好認 喔 放生紙 很大 這個景點你不會錯過 這邊真的是高高低低上上下下 如果是輪椅櫥還是銀額車 真的是沒有辦法 沒辦法耶 我剛才發現原來那邊都是真的烏龜耶 它的龜頭一直往上 好啦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龜頭 我真的原地下半 放生紙的中央會有一座觀音跟兩個它的 它的土地嗎 對 它寫六在這耶 那棵松樹嘛 所以它也是一個景點 七在那邊 爸爸在這啊 欸 我爸爸你怎麼都沒有在過啊 它直接給我放在旁邊耶 各位 哦 是不是那棵樹 我們這棵棵要起來了喔 但是就是七嗎 那你挑一下7好了 滿爹是7位 8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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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爹1的3的8 8在這 對 但是我看不出來這裡哪有景點 欸 沒有喔 前面是9囉 8就這了 欸 怎麼了 這老鼠的蛋蛋很大 你很無聊耶 你怎麼會注意到老鼠的蛋啊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龜頭 欸 前面就是10耶 所以9應該就是 應該是這個喔 它是唐山藏的 會是這兩個兩亭吧 所以這邊真的很莫名其妙 那就 來 11 欸 12了 11在哪 11在這 牆壁 12應該是這個 這個水池嗎 這個池也沒有水啊 第15個景點 感覺終於像一個景點了 我覺得是耶 要新鮮洞耶 聽起來好像就很想進去 你看它這個石頭 這麼就是一線天啊 蛤 欸 這裡很漂亮耶 這裡可以耶 這裡是我目前看到覺得 真的滿美的耶 所以它這個是有一種洞穴的感覺 上面都是那種神仙的鳥香 日生與青脈的那種 對對對 招第15個我們才覺得 這個值得推薦喔 16就是這個水球 我們會在這裡看到 歐洲的造景嗎 18是臨時出口 19就是這個寮望台 這裡的view很不錯耶 這樣拍起來很漂亮 這邊一轉下來 有個很陡的樓梯 那可以看到一個庭園造景 好像有越來越多 上去的到的感覺 20就是這座橋 欸 其實還寫 後面還有一些巨星像 這個 給過 21就是這個林芝亭 大家有看過那個BBO嗎 林芝丑 欸 你還滿像的 22呢 就是這個雀橋 雀橋 就是我跟陳芝在騎鞋的時候 相遇的一個地方 這根本就是劉河之女啊 你只是希望這個公園趕快逛 喔 現在才20點 對 我們已經走了快一個小時 這個公園呢 然後號稱戰地有2公頃 公頃 我們已經走到已經快要沒耐心了 27 上面那個亭子 28 這邊有個捷徑欸 如果你真的懶得走 這邊可以直接出去 不行 因為我要帶你們走完 73個景點 第一次拍到想說有完沒完 在哪裡啊 應該是這個橋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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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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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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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熟悉 78 我想接受 自己看就好 隨意啦 後面是 就是工人家來種麻婆 所以這個是一個景點 對對對應該是 到49了 轉了一圈就是另一個景點 大家自己看就好 50 就是這樣 望著馬屌 所以馬屌是50 51 龍樹巷 那你是不是感覺有點累了 滿累的 可以加速嗎 50次 結束 我們就到了這個摩天大橋 這個第60個景點了 它這個景點呢 進來這個公園 一眼就可以看到它最知名的景點 在入口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可以走那麼久 各位這個摩天大樓呢 大橋 啊 下去 超級陡 這根本90度吧 對啊 如果是老人跟嬰兒的話 走旁邊這個小路 這樣繞一圈 那我們年輕人嘛 所以我們就 走這裡啦 69 花架 69一個很敏感的數字 他說這是花架 可是問題是 它沒有花 哇 各位觀眾已經來到71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海底隧道 可以通到 這艘船 背後一個壓軸的真景點 我第一次看到 公園裡面有一個隧道 然後可以通到另外一邊 好酷喔 天啊 所以我們現在走在河裡 對我們走在河裡 超神秘 哇 這裡根本就是一個小故宮 而且這個故宮很棒的是 它是湖底的故宮 上面都是 超酷的 超酷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東西 真的很像故宮服務院裡面 展示那種磁器啊 這個其實外面就是水 跟龍船通 上來有一個鎮安宮 有神明 對 哇 原來這個龍船裡面 是一座廟 它剛好就是在這個湖的中間 哇 我們在龍船通 天啊 它中間的確是一個廟 好美喔 好壯觀喔 最後把這個龍船放壓軸 是它的巧思 對是對的 真的會讓你 哇 它的出口竟然是在 還要在下一節 或是深入地底的感覺 對啊 補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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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來了 終於最後了 我真的很想要補掌 終於結束了 我們今天的五年千歲公園 七十三個景點 歷時四個小時 因為我們有拍攝 對 所以我們錄到下一節五點 對 但它入院之前是說 如果你慢慢走 你要走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喔 那這個公園 它其實是蠻用心的 我覺得它唯一一個缺點是 它的階梯跟階梯之間太窄 重點是它要爬上爬下 你走下樓梯 或上樓梯的時候很容易 今天的挑戰呢 就是 硬著頭皮還是有辦法給順利的結束了 沒錯 那感謝你收看這集影片 你記得要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節快速中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結束了 走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